日本 富士山可说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山 更是最具代表性的地标 同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与世界上最大的火火山之一呢 但是你知道吗 这座日本的第一高峰 其实高度还比台湾的日山稍微矮一些呢 到日本旅游 一定会有机会参访当地的神社 神宫或是寺庙 你知道它们有什么分别吗 神社供奉的对象众多 从石头 动物到历史人物都有 神宫则是祭祀日本皇室的祖先 或是与皇室有渊源的人 也算是神社的一种 例如东京的明治神宫 神社和神宫前都会有大大的鸟居 鸟居区分神社的内外 进入前要记得先鞠个弓 参拜前也要在守水社先洗手漱口 代表对神明的增进 参拜时先鞠弓 然后再将五元硬币投入赛前箱 这是因为日文里的五元发音和缘分的发音很像 所以习惯在参拜时投五元 然后摇离呼唤神明 接着一群敬礼两次 拍手两次 再敬礼一次的规则 完成参拜 寺庙与神社不同 供奉的是冯教的神明 给你三参拜 例如东京的浅草寺 京都的清水寺 日本的饮食文化 也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例如吃沃索丝的时候 不能用米饭那一面沾酱油 也不能将芥末放进酱油中 餐厅供应的白开水 无论冬天夏天一定是冰的 几乎所有的餐厅都不能打包外带 吃拉面的时候 要发出适当的声音 表示食物相当美味 还有尽量不要边左边吃等等 在台湾 我们会习惯搭乘手扶梯时 靠右侧站立 但是在日本就不一定了 在东京要靠左边 而在大白要靠右边 你知道熊本熊吗 它是熊本市的吉祥物 其实在日本各个城市 甚至各大品牌 百货公司 机场等等 都有代表的吉祥物 大家耳熟能详的 还有千叶传交室的传离金 群马县的小群马 燕根市的燕根喵 日本每年都会举办吉祥物大赏 投票选出人气最高的吉祥物 参赛的吉祥物多达上千个 不知道你认得哪些呢 下一次在一起探索世界的其他角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